记者许国珍台中报道,台中市孙姓男子酒后开车搭载有人围停路旁聊天被盘查, 唯恐被酒策花招禁出,先是加速驶离,遭拦下后拿洋酒做事引下一图干扰酒策程序, 接住打电话给律师魏国又打给妻子及有人要求帮忙录影, 最后搞到钱驴技穷虽剧策,仍被警方带回强制抽血缓算酒策时超标送单, 台中市第四分局黎明派出所警员黄一鸣, 侯一珍前晚寻经永春东一路发现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车盘查, 56岁孙姓驾驶急故往前靠边停车却突然加速驶离, 远景健壮尾随在惠文南街与五全西路口将他拦下, 此时远景健孙男下车浑身酒气站立不稳, 要求配合酒策,他却一直说没有违规, 为何剥夺他的自由当宇, 甚至像坐在副驾驶座女性有人拿一瓶养酒, 打开瓶盖做事要引下一图干扰酒策程序, 远景事实阻止并告知如果继续胁迫干扰, 恐涉及妨害公务,这才放弃念头, 先让女性有人搭车离去, 接下来孙男为逃脱困境仍持续做困兽之斗, 打电话咨询律师, 却在电话中语无伦次, 却又一直重复说远景凭什么说我酒驾等语, 见打给律师为我立马联系妻子与有人到场要求露营反搜证, 妻子到场露出无奈表情, 有人虽试图协调远景仍不为所动, 孙男最后见无忌克施索性才消极不配合策略, 但远景也不是省油的灯, 依据测程序依法告发后, 因他站立不稳, 眼神无法对焦, 对于远景告知权益时无法专心注意等事实, 客观判断明显无法安全驾驶将他带防锁, 依法强制抽血, 结果换算成呼吸酒侧值达0.35毫克超标, 迅后仍依公共危险罪闲送办。